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我是林思婷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东姑安南受惠案出现转折 上诉停止 东姑收取的两百万巨额属于政治现金 而不是汇款 判处东姑无罪释放 全国单日接种量再创新高 昨天使打超过46万剂新冠疫苗 网媒报道凯里夏虎将召开记者会 解释我国将停用科兴疫苗的原因 外媒引述消息指白宫将发出在港投资风险警告 同时制裁7名中国官员 拜登直批香港局势正在恶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